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国际风云 今天是美东时间6月12号星期一 这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马斯克将特斯拉供应链的重心转移 鉴指中共白宫将43个实体列入黑名单 北约与日本展开史无前例的空中演习 来看详细内容 彭博社报道 特斯拉的一位官员9号表示 特斯拉正在墨西哥寻找当地的零部件供应商 一位公司准备在那里建立第一家工厂 并且特斯拉正在动员不少的中国的供应链的企业 去墨西哥建厂 有知情人士说 特斯拉的节奏相当的紧迫 如果不及时响应 担心会丢掉好几亿的大订单 消息一出 中国的网友一片哗然 批评者认为 如果没有中国市场 中共政府 中国合作伙伴 和中国工程师的鼎力支持 特斯拉就走不到今天 马斯克非但不感恩 还逼迫着中国企业去墨西哥建厂 和苹果CEO库克一样 都在挖社会主义的墙角 也有人跳出来支持马斯克说 特斯拉带着中国合作伙伴 去墨西哥开疆阔土 说明马斯克是一个愿意共享发财机会的好人 也从侧面证明中国契配场很厉害 由于马斯克刚刚在6月初访问了中国 在全球反共的形势下 造成了不小的波动 过程中 中共是高规格的接待 以及马斯克本人不寻常的低调表现 也被各大媒体争相的报道 但大多对马斯克访华的表现 是琢磨不透的 根据证券之星网站的报道 就在马斯克结束访华之后 6月7号 为特斯拉提供电动电池的宁德时代 一开盘快速下跌超过了6% 相关的概念股也伴随着走软 菲荣达下跌超过4% 高篮股份下跌超过3% 值得注意的是 之前有传闻说 宁德时代被提出了特斯拉北美的供应链 虽然宁德时代回应说 消息不属实 但宁德时代的股价连续大幅的波动 面临的压力不小 资深评论人士唐靖元表示 那么这个动作 他本身就说明 马斯克对当前的中国大陆 仍然是保有戒心的 到墨西哥开场 他虽然算不上是 还说不上是一个脱钩的行为 但是明显就是属于这种 去风险化的性质了 说白了呢 就是他不想把鸡蛋 全都装在一个篮子里 那么从这个 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 就是中共对马斯克的这种 非常优厚的待遇呢 并没有真正的打消 他对中国市场巨大的政治风险的顾虑 马斯克上海特斯拉工厂 他的真正的意义呢 其实并不完全在于说 他的这种盈利模式 而更多的是在于 马斯克他对整个制造业界的 一个示范效应 那么现在马斯克 他所做出来的举动 事实上已经在很大程度上 打消了这个示范效应 就是只是回归到了一个正常的 在商严商的商业思维 这个本身对中共来说 可以说就是一个坏消息了 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 讲座教授谢田认为 马斯克动员中国那些公司 花钱去墨西哥设厂 可能不是中共想要的 他表示 据美国之音的报道 早在今年的4月份的时候 墨西哥外交部长就在一个视频里说过 特斯拉将在墨西哥建立一个耗水量最低的 世界最大的超级工厂 而特斯拉方面随后也宣布 在离德克萨斯边境不远的墨西哥一侧 置地建厂 初期投资50亿美元 这将是特斯拉在世界上最大的一个 电动车组装超级工厂 说明马斯克早有准备 资深评论人士唐靖元表示 马斯克在墨西哥建世界上最大的一个 电动车组装超级工厂 并且动员中国的供应链企业 去墨西哥建厂 一方面主要是看中了墨西哥 劳动力成本低 产业链配套 齐全的优势 他说 而且在墨西哥开场 他可以搭上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一个顺风车 就是出口到美国市场 可以享受极低的关税 甚至是零关税这样的优惠 那么就这个汽车配件的产业链而言 不仅仅是特斯拉了 许多中国契配企业 也都在墨西哥有增加投资 所以现在还很难断言说 马斯克打算他要把这个特斯拉工厂搬离上海 拜登政府12号将43个实体列入出口管制名单 其中包括31家中国实体 以及香港先锋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这是一家安全和航空公司 由于涉及到培训中共军事飞行员 和从事其他的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活动 而遭到了封禁 同一天 南非试飞学院 也被列入了美国商务部的实体名单当中 这家位于南非的飞行学校 此前因为招募英国退役飞行员 来培训中共军队飞行员 而受到了英国的审查 美国商务部在声明中说 除了招募西方飞行员 对中共的飞行员进行西方飞机机动训练之外 公司还涉及采购美国的原产项目 支持中共军事活动的做法 名单上的公司将遭到制裁 无法接受任何美国出口的产品 商务部官员阿克塞尔罗德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我们必须阻止中方获取美国的技术和知识 以实现它的军事现代化的计划 路透社报道说 在这次的制裁清单当中 上海超算科技有限公司也榜上有名 企业被指控提供超算能力以支持中共的高超音速研究 9家中国和巴基斯坦公司因为协助巴基斯坦的弹道导弹 以及其他武器计划而被列入了名单 另外还有两家中国公司涉及协助迫害中国人权遭到了制裁 美国商务部的声明显示 北京瑞元文德科技公司采购进口手机检测软件 指纹分析技术 生物统计软件和DNA检测项目设备 并向中国各地的公安机关分销 新疆科华和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参与了为实体名单上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和新疆公务员部门收购和分销生物技术项目的活动 也被列入了清单 另外有一些实体涉及违反美国出口的法律 其中一些企业涉及为中共海军提供美国军用级别的船只和设备等活动 也在6月12号遭到了正式制裁 这些实体包括上海威风科技公司 新信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等等 6月12号 以德国为首的25个北约成员国 与日本 瑞典等伙伴国家 动用了250架军用飞机 在欧洲展开了名为空中卫士23的空中演练部署 这也是北约组织有史以来最大的军事演习 多达1万名军人参加 这次演习将持续到6月23号 目的是保卫北约领土 在发生袭击时抵御无人机和导弹的侵袭 同时与合作伙伴国家 一起防范来自俄国等国家的潜在威胁 根据法新社的说法 空中卫士计划的设想是在2018年最早出现的 建立初衷是为了回应俄国从乌克兰吞并克里米亚的做法 德国空军中将格哈茨告诉媒体 这次演习不针对任何人 北约发出的重要信息是 我们可以自我保卫 演习中不会派出任何有指向的航线 例如向加里宁格勒方向派遣飞机 我们只是一个防御联盟 这就是这次演习的计划 美国制德国大使古特曼表示 这次演习将毫无疑问地展示我们盟军的敏捷性和敏锐性 如果包括普京在内的任何世界领导人 没能注意到这个联盟的精神和力量 我会感到非常的惊讶 通过协作我们的力量倍增 公开的资讯显示 这次演习包括作战和战术层面的训练 集训位置主要是在德国 但也会在捷克 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进行 共计开展大约2000次的飞行演练 美国空军国民警卫队司令迈克尔卢将军说 北约的职责正处于拐点 全世界的战略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尤其是在欧洲 这次史无前例的演习 有助于培养我们现有的旧关系 同时也与年轻一代的飞行员建立新的关系 因此现在要确定 在大国竞争当中与大国对抗意味着什么 而古特曼说 虽然盟国没有计划让空中卫视演习 成为一项经常性的演习 但是我们也不希望这是最后一次演习 6月12号 美国前总统川普在社交媒体真相社媒上发布贴文 强调如果他本人在2024年再次当选总统的话 他将会指派一名特别检察官 专门调查拜登和他的家人 他在提文中还表示 现在封印被打破了 我要做的事情除了关闭边界 并清除所有非法入侵我们国家的犯罪分子 使美国能源独立 甚至再次占据主导地位 并立即结束俄乌战争之外 我还将任命一名真正的特别检察官 来追查美国史上最腐败的总统乔拜登 和他的整个犯罪家族 以及所有其他参与破坏我们选举 边界和国家本身的人 在13号 川普需要在迈阿密出席关键的庭审 美国司法部公布了一共37项对川普的指控 其中包括31项根据间谍法提出的指控 检方表示 川普权衡了避免归还白宫机密文件的方法 要求他的律师在去年6月份发出传票之后 隐藏或者是销毁他所拥有的文件 当局还说 他试图阻挠联邦调查局和大陪审团的调查 并通过暗示他的律师向FBI撒谎 在这起案件当中 白宫任命了一名特别检察官 以保持调查的独立性 美国国会报引用川普本人的抨击回应说 他认为 这起诉讼案完全是出于政治动机 目前川普在2024的共和党初选当中处于领先地位 而这个举动是为了在选举中打击他 根据美国财富杂志12号的报道 提前8年大学毕业的美国14岁的神童 凯伦·库瓦兹准备在马斯克的SpaceX开始新工作 到本周晚些时候 库瓦兹将从圣克拉拉大学毕业 届时他将成为这所学校建立172年以来最年轻的毕业生 库瓦兹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写道 下一站SpaceX 我将加入这个星球上最酷的公司 这是为数不多的几家公司之一 他们没有将我的年龄作为成熟度和能力的象征 那样的做法是过时的 库瓦兹从小学三年级时就被认定为极具天赋 他的智商得分在人群当中排名前0.1% 另外情商也高得惊人 在他9岁的时候 前往旧金山拉斯波西塔大学就读 外界对他的印象是极其的理想化 爱谈政治 并且反感美国日益恶化的两极分化 他最喜欢的是读乔治奥威尔的《1984》 同时他痴迷于学习计算机编程和天体物理学等内容 在他10岁时 库瓦兹作为AI研究合作研究员 在英特尔实验室实习 他在11岁时转学到了圣克拉拉大学 专注于计算机科学与工程 虽然能力超群 但是库瓦兹的求职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他获得SpaceX的职位之前 库瓦兹投递了许多的简递 但被拒绝了95次 最后获得了三份全职工作机会 他的学术顾问告诉《水星新闻》 库瓦兹由于太年轻而难以被雇主认真对待 库瓦兹说 他的聪明才智有时候会让他陷入复杂的境地 例如在他幼儿园时 他了解到如果他试图讨论独裁者阿萨德 正在对自己的人民使用化学武器的话题 孩子们会在操场上哭泣 库瓦兹说 他非常感谢马斯克的SpaceX团队 提供了最透明 最具技术挑战性 和具有非常有趣的面试过程 同时他也感谢招募人员克朗普顿 帮助他意识到我找到了我要找的人 他表示 我总是努力记住我母亲说过的这句话 那就是 我们总是在我们应该在的地方 我正在收拾雨靴 准备迎接7月 这期的国际风云就到这里了 欢迎就今天的新闻话题 在视频的下方留言 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 请别忘记帮助我们点赞 订阅还有转发 感谢您的支持与收看 下次节目再见